那观世音菩萨和其他的大菩萨在天上是不是经常去莲花吃盘 看看我们的莲花再给我们的莲花撒撒干露啊 不不不是这样 莲花池他莲花多得不得了的 他莲花实际上就代表一个人在下面的修为啊 他就是他其实菩萨看到他们是他们在天上的莲花都是自然生长的 菩萨因为在天上这个环境当中他自然生长 举个简单例子有阳光有水对不对啊 很多植物不是自己生长的吗 你种下去他就自己长得很好很漂亮了 听得懂吗 是这个概念 然后呢 然后呢你说你说他自己修成了他上来了 其实这朵莲花呢 就是他的想变什么就有什么的一个功能 就有点像说坐在莲花上 我要一个大我要现在需要个大房子 房子大的呢 我需要到哪里去坐着莲花就可以过去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你一个谈诚了 修成的一个谈诚了 就是你的一个光环了 听得懂吗 光环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 这里开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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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